第49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月22号编场会议将讨论制止活摘器官 美、欧、台湾的政要与专家视讯对话 主题是21世纪侵犯人权升级 由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寻求方案制止中共反人类罪行 十多位来自11个国家的发言者 包括政要、法律界、医学界、媒体与学术界、NGO 例如美国联邦资深众议员夏波 欧洲议会人权销租委员会议员范达伦 比利时国会外交国防委员会议员庞蒂尔 台湾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即监察委员田秋景 CAP信仰自由组织主席瓦来 加拿大勋章得主大卫·麦塔斯律师 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 指导委员会主席朱婉琪律师 筹办单位包括在联合国内具有咨询地位的CAP信仰自由组织 以及伊山反对活摘器官组织 欧美亚五个组织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 合办19国六大领域的反活摘世界峰会 发布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 We b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gether around a founding char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beings so that such crimes against human dignity cease I welcome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omparing and preventing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stood accused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去年6月14号 联合国12名独立人权专家 包括8位特别报告员联合声明 对于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 维族藏族等少数群体 遭到活摘器官的许多指控报告 感到极其震惊 呼吁中方迅速回应指控 并允许国际人权机制独立监督 新唐人野太电视 胡宗翰 张东旭报道